嗨 大家好 我是Winny 今天呢 我要討論Dash 3 CS Code呢 之前說呢 他會Reboot Dash 2 然後Replay給他的Invernor的打比賽 所以在Dash 2 你是在看到打比賽 但有人會用Dash 2打比賽 所以今天我們來看一下Dash 3 其實Dash 3呢 其實還沒有Official 反倒想這個是Dash 3 但是這個傳聞 可能這個是 會變成Dash 3 所以今天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這個新的Dash 3 和Dash 2的分別是在哪裏 現在我是在T-Side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T-Side 到底有什麼分別 跟之前的 如果是正常看下去 可能是 多了這個卡車吧 然後 通...就... 沒有什麼大分別的其實是 這邊就有個躲的位置了 很像是變小了 OK 然後呢 他呢 哇 他呢其實改變蠻大 他們說呢 可能呢我們 City-Side呢 可以Bush上去 或者是T-Side 環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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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 然後很多人很喜歡躲在這個角落 其實是 很像是 縮小的這個角落 因為你看 我相信 如果從Tunner看出來 是看到你的槍吧 然後看到你要這樣躲著 可以吧 我相信Tunner可以看到 然後呢 這邊 Platform 還是一樣 然後 箱子也改變了 咦 他這邊還是可以躲吧 可能你要這樣躲 這樣子看 以前是有個箱子 一蹲下來 站上來就可以射了 但是這個蹲 還是會看到你 但是我相信 如果你是站在這邊 還是會有人看到你 Dust 3的最大分別就是這個 之前 以前這邊叫Window對吧 現在 他就做個樓梯給你 直接走上去啊 其實我覺得 不管叫什麼好勒 叫Stair嗎 以前我們講 我們講壞人Pan了 不過我們是Under Window Under UnderStair嗎 對嗎 從這裡的箱子也變了 他可能把箱子移前來了 然後這邊加個樓梯 咦 這個板其實我沒有一次 走得過的 有可能你要Defend他呢 你的B了 Defend 或者是你 站在Site 這樣就Defend 之前這個箱子可以跳上去的 所以不能換了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看一下外面 看一下外面 其實 這裡頭快板到底什麼用 你Defend嗎 你這邊也望進去 忘了B洞啊 哦 這樣子就能 你這樣子望B洞 但是你MIT 你也要找人Defend嗎 要不然人家從B洞進給你 也是意思啊 如果你這樣Defend的話也可以啊 就可能放一個在B 一個在MIT 然後你可能D外面又有一個 在Support MIT 就是Support B 你也可以Support MIT的 然後你也可以Support B的 好 那我們看就先看一下 現在我們來到MIT MIT呢其實我覺得是一樣的齁 對嗎 對嗎 對 這邊暫時還是一樣 就可能你說Citieside 就來瞄 就 瞄感覺很像是空了很多 很像是比較容易瞄了一點 然後我們試下Support MIT 這樣MIT 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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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怎麼樣Support MIT 這邊有一個窗口啦 這邊窗口也不見了 不可以Support MIT 這樣Support MIT 不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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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port MIT 是一件好事 可能它真正出來也不是這樣子的 然後MIT呢 這邊呢 之前HIGH MIT呢 它也是改變的 它改成可以站得上去這些事 但是這個是比較高 然後我們就站上去 這邊有個卡 到底這個卡要來做什麼呢 它是純粹的放刷 其實它放這個到底有什麼意思呢 應該是它放每個東西都有它意思 但是這個卡我覺得應該是沒有用吧 OK 現在我們去看一下我們的AIRSHOT 其實這個AIRSHOT呢 這邊呢 以前是完全是沒有 它是一副起來啊 你一直在到這邊 但是很開 開了裡面 在City人手這邊 可能就是哪個SMG或者是Rifle 來這邊手 這邊走上來的壞人 對吧 要不然的手這邊也是很危險啊 對吧 如果壞人如果是我經過 我一定會被MOLOCOG先到 看你會在這邊吧 對吧 沒MOLOCOG你啊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其實換了這個MAP 我覺得也是好 因為會讓人更多機會去買MOLOCOG 或者是買SPOKE 來丟一些 比較 呃 不是很普遍的位置啊 是人家很喜歡躲的位置啊 是人家很喜歡躲的位置啊 這邊 都不同啊 OK AIRSHOT 講到AIRSHOT 它這部槍很像是換了 它這個箱子也換小個了 它這個箱子也換小個了 以前是 大個點要需要人家不醒上去看人了 現在也是不需要的 你自己都可以上到去了 然後可能你可以這樣子瞄之類的東西 呃 以前這邊是個空位 現在沒有了 可以直接給你塞上去這邊 還有這個 這個什麼 Construction架子 這個架子呢 不懂可以POOSH上去 沒有 因為我一個人是 沒有人可以TEST 幫我TEST一下可以到 幫我POOSH上去 然後如果你這樣子 躲在這個板後面 M呢 其實也是覺得 你只能M這個小空經過的人吧 其實我是比較少 如果我就是王子玩 如果是玩DASKU呢 我會這樣子 MDASKU 呃 就從AIRSHOT來的人 就是以前沒有這個地方嘛 對吧 然後這個箱子呢 依然還是有 對嗎 它現在比較容易上去了 還有我們來試一下 AIRSHOT MOLOTOF AIR S 對 不懂以前的方法也可以嗎 這個AIRSHOT 我到AIRSHOT BOX了哦 就以前我這樣子丟SUMBOT 所以 燒到中間了 YES OK 我們來試多一次 又高一點 對呀 哦 很明顯 這個箱子是 過來的 應該應該是在這邊的 對吧 OK 沒關係 我們要來守護 的話 應該是 走前 其實我覺得AIRSHOT用SMG 是最好守 SMG是比較好守 然後我們看一下我們的BOOST BOOST BOOST 它只是稍微換一點去 欸 這個東西還在這邊 這個很懶耶 還在這邊 這個東西 然後 呃 其實我們這邊有兩個Barrel Barrel已經不見了哦 然後有一個Box在這邊 就可能你可以這樣子秒 你可以這樣子秒 你也可以這樣子秒 就 這個我相信是可以穿過的 對 這個箱子是可以穿過的 然後Barrel應該是穿不過 這個箱子還是穿過的 如果你在躲這邊 人家打這個箱子 也可以一樣把你打死掉 然後也是躲一個 AIRSHOT呢 就躲一個箱子在這邊 這個箱子 啊 其實 不知道怎麼樣說呢 就越來怪怪了 就以前我們這個箱子 是比較在這一邊的 對嗎 然後可能我們可以跳箱子過後 我們可以走上來跟那樣子過 然後現在已經不能了 欸 怎麼有一個鳳在這邊啊 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欸 然後這個 車的火也不見了 就以前很喜歡 呃 City啊 可能1st round他們 就Pistol round他們 很喜歡一個躲在這邊 望在下面等那些人 那種 過過過過過過過 就Ninja 現在應該是不能Ninja了吧 就 我明顯是看到你的吧 然後這個鳳呢 我覺得 呃 有什麼好處呢 就你 就你躲在這邊 人家 人家一走 人家一走進來就會打你嘛 因為沒有地方可以走 對嗎 就算你裡面 你用在厲害的槍 會AK或者OP 都好 你打了三個 你打了第二個嗎 人家有五個咧 就是我相信人家可以摩摩摩 就我相信 如果Stack along的人來 那可以摩摩 你 可能我不準啊 但是 可能up了後 真正去學了後 我相信是可以很準的 Stack along OK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platform OK 這邊一個箱子也是不見的 然後 也是多一個箱子 這邊對吧 這個我可以餘下 然後這邊一樣可以走過去 然後也是多一個幾個箱子來這邊 這個箱子怎麼用呢 就給你M啊 M along啊 對 給你M along 但是 也不帶M到啊 好不好 然後他Pick 他Pick 他Pick 還是跟以前一樣 所以沒有任何改變 然後 這個呢 就這個 smoke 不懂還能丟到嗎 Fuck 就這個只是 像以前的丟法 不能啊 人家還能看到你啊 其實 難道你要兩個人丟 對 現在其實是 差不多可以改完80%到90% 現在我相信是不能 你要 你需要兩個人丟 scope 然後我們講這個bluebox 這個bluebox呢 我覺得就 有 有 他改了 這個改了一個Van 沒有Van 你怎麼用 真的是可以過嗎 sorry sorry my bad 哦 我明白了 你可以這樣子過 你這樣子就來到A long了 就是說如果你從A long來 你可能 你要被人家 不上去 如果你在A short來呢 你可能 你就可以在這邊 通去A long都可以 跟tricky 就很像你如果 你是說 如果你是City 壞人Plan了在 呃 Plan辦法在A side 然後你可能A short 你覺得你 打不過 然後你可以通過這條路 這個Van 去A long 對嗎 對 但是他就 通道也比較多了 這個bluebox 入container 還是bluebox之類的東西 他就 給了一個Fong在這邊 這個Fong那裡 什麼用 可能給你這樣子 或者是我的話 我是新冠 這樣這樣子 通常人都會這樣 這樣子 對嗎 他再給你比較 aggressive 一點 給你上去前面 這樣子 對T Set來說呢 這樣我比較麻煩 可能我一出來 我打這邊City的人 搞不好這裡面有人 可能我還要 所以 T Set呢 我就覺得 你要看更多的地方 更多的地方 更多的地方 是人家 然後這個 之前呢 就有的跳 現在把它換成樓梯 到底是什麼問題 難道是個 可以要跟那種 CSGO的 Gamen講 哦 我跳不上 請你給我一個樓梯 給我一個樓梯 我給你一個樓梯 給你一個樓梯了 就是這樣子嗎 就我覺得 為什麼會做個樓梯的這邊 我覺得是 沒有什麼幫助 其實我覺得這個 這個 改變了 改變了 其實是個好事 因為Tust 2 畢竟大家都不打了那麼多年 也開始悶了 改了的好處就是 可能讓我們新鮮 或者是 學更多的東西 或者是更加會利用 smoke和摩托 但是 對一些不好的人 就是說 可能 前的Tust 2 我smoke我是會玩了 難道 無論是哪裡到哪裡 我都會丟 現在呢 可能我需要曾經學過 如果是不會smoke的人呢 沒關係吧 算了吧 反正你都不會了 你就玩新的吧 我覺得是 也沒有東西給你complain So far呢 大致上呢 大致上呢 Tust 3就是這樣 這個還不是Official 這個只是一個樓梯 這個就是 人家傳的Tust 3 你們覺得如何呢 你們可以來com 你們覺得怎麼樣呢 你們可以來comment一下 到底是怎麼 你覺得這個MAP做得太好 或者是很爛 也可以comment給我知道一下 然後如果你喜歡呢 你可以share給你們看 然後like我的Facebook page 然後你再subscribe我youtube channel ok 拜拜